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样的感觉 从一开始和天圣长歌词 就觉得宁毅会有更强敌 那就是明海的长者 而是时尚 剧中对于他的铺垫也确实很多 只是没有想到 原本以为宁毅跟踪之威 去汤明海肯定有不少好戏 结果这场远莫名其妙就领变了 而且是自己的二儿子宁忠信发的 更没想到的是 整部剧来到中段节奏突然加快 宁毅跟踪之威互聊了这么久 突然就各种发糖 身处险境时发糖 讨论大事时发糖 生病了也发糖 就差亲上了 感觉他俩在这部剧的糖 是要在最近这几集内发完吗 毕竟就在他俩发糖的时候 天圣的其他人可莫显成 而凤昊这托油瓶再次坑队友 而且这次这一坑 估计能炸出不少东西 目测后面几集 又要有不少人领变等了 只是有些好奇 这会突然加速 长远切记了 长中性造反也撑不了太久 那么目前的BOSS也就剩为王宁奇了 只是这部剧还有三十几 宁奇估计也撑不了太久吧 难道凤之威跟宁毅要互虐那么多集数吗 反正这部剧的剧情是猜不到的呢 各种反套路不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